王阳明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如果有一天觉醒了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 财富 健康 幸福 好运 贵人 你们想的所有好的东西 都是福报的显化 而在这个世界上的疾病 痛苦 灾难 都是业障的显化 有一天王阳明在讲课 有一个老汉冲金会场 扑通一下就跪倒了 说王师傅你救救我 救救我老伴吧 我老伴生病了 我没有钱看 我把我的地卖给你 给我五两银子 我要去救他的命 王阳明说如果我把地给你买了 你第二年吃什么 这样吧 我给你十两银子 你不需要还了 地我也不要了 你去救你老伴去吧 咔咔咔咔头去了 讲完课以后 带着他的新收的弟子就游学 就走在了一片田野上 突然看到一块地 王阳明说 在这种上几根竹子 整个竹林 咱像竹林欺贤一样 在这讲课这多好啊 就讲到这以后 突然就有一个弟子说了一句话 师傅 这块地就是那老汉 要卖给你的那块地 你没要 讲到这以后 王阳明下意识地叹了口气 三秒钟以后 王阳明盘头打坐 种弟子大祸不解 那也不敢问呢 旁边等着师傅吧 两课钟以后 王阳明起身 朝着老汉 走到那个地方 鞠了三个宫 弟子更大祸不解了 说师傅叫开示展 师傅 这刚才发生了什么呀 刚才发生了什么 就是他起了一个贪念 那一声叹气 就是他在头脑里面 跟自己说了一句话 早知要了该多好 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王阳明的心学 其实就讲了四个字 大家都知道 知行合一 对吧 你们觉得什么叫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的最低境界叫 知道要做到 才叫知行合一 但是你知道 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知就是行 行就是知 一念起记为行 这句话能听懂吗 一念起记为行 再多各位 你们想象一下 王阳明的弟子 都是什么人 都是当时 要不就是当官的 要不就是有钱人 都是有势力的人 如果王阳明 探完戏以后 甩屁股就走了 也没说这茬 有没有可能有些弟子 想拍老师马屁 去找那个老汉 把那个地要过来 品行好的弟子 再给老汉一笔钱 品行不好的弟子 直接告诉老汉 把弟子我拿过来 我老师已经付你钱了 你们不把弟子拿过来 杀你全家 有没有可能 这个老汉就因此被吓死了 因此被饿死了 叫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那叫作恶呀 道生和福说 我今年92了 我最后一本书 我在书里面告诉你们 因果是真实不虚的 不要把时间线放一天两天 把他拉长三十年五十年看 不是不报时候为道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们再来看看宁王 我们来看看宁王做了什么 宁王是韩的金钥匙出生的 一出生就出生在帝王家 一方帝侯将相 后宫家历三千 拥有无数珠宝 拥有无数人马 但是 他做的所有的事 都在让自己 王阳明做的所有的事 都让自己在往上走 在不停地升级 而他做的事 让自己不停地往下走 在堕落 而且他生起一念 他想当皇帝 他想造反 而且他还真的干了这件事 因为他起于刀兵 让多少人批不命 让多少百姓就离失所 让多少将士 为了他暂时杀场 你知道就他造反这件事 所以宁王到最后怎么死的 死得惨不惨 被林池处死 知道什么叫林池吗 拿小刀 搁你三千九百九十九刀 才让你死 而且不是宁王被林池处死 是宁王全家被林池处死 有玩过游戏的举手 玩过游戏的 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这里有个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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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第一关的妖怪 才会全部消失 我升级到第二关 也就是不是说 把陈恒星修掉 而且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 曾经有无数人 跟我说过这一句话 师父我这么善良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佛祖说世界是圆的 你怎么对别人 别人怎么会对你 所以永远要对我们生命当中 出现的每一个人好 万物本一体 众生皆守住 就那一刻我看到了什么 你知道吗 我看到的就是 所有那些被骗的人 曾经都骗过别人 这句话有人能听懂吗 还记得我今天跟你们讲过 我拿了四千三百块钱 从家里离家出走去报课 上了那个方言电脑学校的故事吗 我上学第一个月 我有一个同学 说周文强 我早有点事 你上来你上来 把我从一楼带到了楼顶 你知道我到了楼顶以后 看到了什么 有人说我还是无法理解 但是我就是 我曾经我也很善良啊 但是就是我就被人骗了 我也没骗过人啊 那为什么还被人骗呢 你生起的每一念 你说的每一句话 你做的每一个行为 都在决定 在往上走 还是在往下走 来写上 所思 所言 所行 就是一台3D打印机 所思 所言 所行 就是一台3D打印机 你之所以打印了一个 充满悲伤 痛苦 欺骗 恶毒 黑暗的世界 就是因为你脑袋里 全是负能量 你说的全是负能量的话 做的全是负能量的事 所思 所言 所行 所以从今天起 一定要明白 所思 所言 所行 耶稣告诉我们 四个字叫 言济肉身 别上四个字 言济肉身 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成为现实 要不成为祝福 要不成为祖宗 语言是用能量的 你知道吗 所以能不能瞎说话 老祖宗不会骗人 咱小时候 这个有时候说错话了 特别是在庙里 说错话了 咱老人是不是 咱呸呸呸呸 是不是 你不能乱说 有些话不能乱说 那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言济肉身 你总是想不好的 那个不好的一定会发生 告诉我是不是 你的所思所言所行 就是在3D打印机 它在创造这个 这个实相的世界 所以从今天起 要不要想的 全是正能量 想的好的 语言全是正能量 要不要 所以周老师 为什么唱这首歌 这首歌叫什么 太棒了 太棒了这个词 我告诉你非常神奇 它可以瞬间 把负能量变成正能量 能听懂吗 就当你把太棒了 变成口头禅以后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你的人生螺旋式上升 你的人生 真的就会太棒了 以前你们的口头禅是啥 太倒霉了 难了 你越来越倒霉 因为宇宙吸引你法则 你讲什么就会吸引什么 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开车一不小心出车祸了 它的第一声就是 太棒了 我没有被撞死 这个坏事 瞬间变成好事 那告诉你 有没有道理 这个各位 而且全宇宙最有能量的词 比这两个字 还有能量的叫什么 Yes 我是 当你在念我是的时候 整个宇宙都在心耳宫听 很多人说周老师 我也去上其他课 其他老师也带着我们念口号 我说怎么念的 我要成功 我一定要成功 我的妈呀 我要 我一定要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就是因为你没有 所以你才要嘛 那是个负能量 那是匮乏 内在匮乏 外在贫穷 内在丰盛 外在才能富足够做事 还是不是 所以我要 我一定要负能量嘛 那还说什么说 我要减肥 我的妈呀 吸引的是越来越肥 对还是不对 有人说了 周老师 那我们喊怎么喊 我要受身 不还是要 还是没有受不了的意思吗 对不对 对对各位 那应该怎么说 我是苗条的 对吧 我是年轻的 我是漂亮的 我是健康的 我是富有的 我是成功的 能听懂吗 这位各位 要这么念 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所以从今天起 要不要正能量 所思所言所行 一定正能量 只要你能保证 你的所思所言所行 是正能量 我敢保证 你的人生 每一天都是正能量 继续啊 佛祖当年觉醒以后 他为什么会觉醒 就是因为他看到了 整个宇宙实相 他悟到了四个字 他看到了整个宇宙的生命 四个字把它写下来 叫缘起性空 缘起性空 你们肯定听不懂 因为那是佛祖 2500年前说的 但是周老师 用今天的话 给你们翻译一下 所以当下 实为无上 是当下法为无上法吗 对还是不对 仔细看这张图啊 我们是不是很多人 认为说周老师 那我每天很正能量 那咋还有骗子 出现在我生命当中呢 咋还有坏事 出现在我生命当中呢 周老师 我这么善良 为什么还会有人 出来害我呢 把这张图 看懂了就懂了 因果 是因决定的果吗 不是 之所以你觉得 因决定的果 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我也做好事 为啥到最后 没有创造一个好的结果 是因为这个不完整 因缘果报 如果报听不懂 你们把报理解成业 业丽的业 万般带不走 只有业相随 上辈子你伤害了张三 伤害了李四 伤害了王五 帮助了赵六和王七 都要还的 那些就是业 业有好的也有坏的 在你来到人世间以后 你的业就会清空 转化成圆 圆是什么 圆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 遇到的人 他会怎么对你 那个事是注定的 我再说一遍 你在这个世界上 会遇到什么人 这个人会怎么对你 这是注定的 这是上辈子注定的 他之所以会对你好 是因为上辈子 你对他好 他之所以会害你 是因为你上辈子 害了他 他要来还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是因缘果报 决定了这个果 你们可以把因理解成种子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但是如果说 今天你给那个地里面 种了一个黄瓜的种子 它真的就能结出黄瓜吗 它得需要圆 什么是圆 你可以把圆理解成空气 阳光 水 肥 肥料 这些所有的一切 是首先你种了一个黄瓜的种子 又有了圆 阳光 空气 水 然后这个化肥 它才会结出这个种子 能不能听懂我在说啥 对不对 所以因是什么 是看不到的 空的 那个报 那个叶也是看不到的 也是空的 那个果呢 果也是看不到 也是空的 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是由你自己书写的 也就是人世间 其实只有一个东西是确定的 就是圆 只有这一个东西是确定的 只有这一个东西是显性的 这个东西是阳 是显性的 而这个东西是阴 这个东西是阴 这个东西是阳 因为果到最后是可以显化出来的 叫一阴一阳 必至到 看完这张图以后 如果你看懂了 你就搞懂了什么是 圆起 星空 我们每一个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 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这个人会怎么对我们是注定的 有人说 老师那既然都是注定的 那人生还有意思吗 他们怎么对你是注定的 但是你怎么对他们 是不注定的 选择权掌握在你的手上 大家能听懂吗 想象一下 假如说 就一句话 别人怎么对我是他的业 我怎么对别人 是我的业 所以从今天起 我永远跟任何人 种善因 我得善果 种善因能得善果吗 光有那个种子 没有阳光 没有空气 没有水 没有肥料 它能变成果吗 所以你就 你们就会认为 好人没好报 不是好人没好报 你把缘给整漏了 我再来一遍 所以要种善因 结善缘 到最后就能得善果 来通通了的举个手来